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苹果正在iPhone上测试彩色的墨水屏 想在iPhone的背面加上两个彩色墨水屏 把iPhone打造成一个多屏的设备 我自己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非常的抗拒 苹果为什么要画折天足在iPhone上面 多加个墨水屏 这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些更多的搜索 搜到了一条公民激发的推文 他在推文中说苹果在可折叠的设备 以及类似平板的设备上做墨水屏的测试 但是他整个推文看下来 我也没有看到iPhone的字眼 所以我就继续去做更多的搜索 终于在网上搜到了一条视频 大约是在10天前发布的 市场传出苹果将会吸收电子纸龙头 元太要在iPhone背面搭载两块次荧幕 这个元太科技是个什么公司 激起了我的好奇 在搜索了它的背景之后 我发现它在09年的时候 还成功打入了亚马逊公司的自由品牌 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Amazon Kindle电子书 以及索尼所推出的电子书的供应链 当时也是轰动了市场 想一下墨水屏的特点 就是可以弯曲 而且非常的轻便 同时它的功耗也非常非常的低 那回到郭明基的那条推文 它说苹果是在可折叠设备 以及类似于平板的设备上进行测试 这样的话我就比较能够理解了 去年下半年以及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就一直有传言苹果想做可折叠的设备 那如果是在这上面做这个电子墨水屏的测试的话 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 再说到这个类似平板的设备 也让我想到了苹果在前不久获得了美国专利局的一项专利批准 在这个专利当中就包含了一个给平板所使用的键盘配件 而在这个键盘配件当中有一个铰链 苹果在专利当中写的是 它有可能是有使用墨水屏的场景的 那这一切就很合理了 这个墨水屏很有可能是给这个铰链上使用的 技能低功耗又可以折叠 非常符合苹果在专利当中的描述 如果真的只是为了给新设备或者这些配件使用的话 我还能够接受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打算把这个墨水屏用在iPhone上的话 我个人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因为我无法理解iPhone需要这两个背面的墨水屏拿来做什么 是一直常量的显示电量或者时间这类信息吗 苹果在两年前就传言屏幕将用上屏幕常量技术 那在两年后的今天 我一直是期待着新一代的iPhone14可以上这个技术的 如果他真的做不到 那我会很失望 另外一方面即使是做不到屏幕常量 我也并不需要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一方面我可以通过Apple Watch看到时间 另外一方面我如果真的想通过手机看 点下屏幕或者解锁手机 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在屏幕背后加两个墨水屏 真的是让我觉得画舌天足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对于潜在的 有可能出现的墨水屏iPhone有什么样的看法 但是有一说一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这种会有墨水屏存在的iPhone的设计 但是如果iPhone真的希望这么做 并且一只手伸到了墨水屏这个行业的话 我相信对于行业的进步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虽然墨水屏在很多场景已经得到了应用 比如公交车车站牌 一些外面的广告牌 以及一些电子墨水屏的价格标签等等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消费者来说 它还是一个十分小众的市场 比起动辄年出货量十几亿台的智能手机市场 它的年出货量也不过就1000万台 所以如果有苹果这样的科技巨头的加入 那我相信对于墨水屏的发展一定会有着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真的发生了 我们也可以等着看看在未来5到10年 墨水屏会有怎么样的技术上的进步 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欢迎大家在弹幕和留言区讨论 你对于墨水屏iPhone的一些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也记得点赞订阅 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